大家好我是肥仔 中野五月的生哟 水賴琪小姐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說過 水賴小姐於2010年開始活動 出道時還只是國中生 直到現在已經出演多部知名作品 詮釋多位知名角色 像是來點兔子的智奶 叢林開始的雷姆 地下城全球邂購的赫斯提亞 以上這些角色 皆是由水賴小姐一手包辦的 這樣一說的話 是不是就覺得水賴小姐親切許多了呢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竹芬不及貝仔 馬上讓大家聽聽看水賴小姐的聲音 在這邊特別想要和大家推薦一部水賴小姐主演的作品 少女終末旅行 故事講出兩人一車 在末日後殘存的世界中旅行 主角們所居住的世界 是一個塔狀結構 主角們位於下面的樓層 此次旅程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抵達位於塔的上層 還能讓人類正常生活的區域 旅程中 兩位主角透過看見的人類遺跡 引起一些對社會 或是一些比較哲學性的反思 而整部動畫本身 也幾乎是象徵了人的一生 重點不是爬到了第幾層 而是旅途中的風景 有興趣的觀眾不妨關注研究一下 再把焦點回到水賴小姐身上 水賴小姐也是一名聲優偶像 以水賴琦的名義 發行了多張CD 當然粉絲一定是要人手一張的 也舉辦過個人的演唱會 在各種大型的動畫主題演唱會中 更是可以看見她作為嘉賓登場的樣子 馬上為各位帶來水賴小姐所演唱的歌曲 Catch the rainbow Catch the rainbow 值得一提的是 這首歌是由水賴小姐自己作詞的 作為聲優是這麼有人氣 作為偶像 也是擁有正骨塑精的影響力 而且還會自己作詞 這簡直無敵了我的天啊 關於水賴小姐的藝文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作為聲優出動的時間非常早 僅有國中年紀 但其實在更早之前 就加入過專門培育偶像的事務所 用別的名義 從事演藝活動 特技是一個人二重唱 特別擅長於動畫歌曲 十分喜歡 並非常享受去迪士尼樂園 擁有迪士尼樂園的全年入場券 每年要去她個100次 換句話說 有一段時間的水賴小姐 幾乎一年有1 3分之1的時間 都泡在那個有會說話的老鼠 鴨子 還有狗的遊樂園 某種層面上來說 挺佩服她的毅力的 也很羨慕能有一件事 讓水賴小姐如此狂熱 粉絲俱樂部的名字是騎艇 粉絲的愛稱為艇名 水賴小姐則稱呼自己為艇長 因為名字水賴琦的水賴 常常被誤看成水踏 在使用中文的粉絲中 有人將水踏琦作為暱程 認識有人在水賴小姐演唱會時 送了一座印有水踏照片的祝賀花籃 預祝水賴小姐演出成功 大家這邊都快搞不清楚 到底是水踏琦還是水賴琦啦 和同樣身為女性深憂的左昌靈衣 大西莎之關係不錯 在來點兔子的粉絲見面會中 協同左昌小姐一起登場 在後台的時候 原本兩人說好要重現動畫中 兩個人所飾演的角色額頭碰額頭的畫面 誰知道實際登台的時候 左昌小姐傻了一個措手不及 直接往水賴小姐的額頭親下去了 在稍晚的廣播節目中 水賴小姐也表示自己被嚇了一跳 雖然是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者 但是跟台底下的觀眾確實一樣驚訝 手機內放有左昌小姐在睡覺的照片 某次合數時 發現左昌小姐怎麼都叫不醒 在前輩的山洞下 就拍了這麼一張照片 左昌小姐則是完全不知情 直到後來水賴小姐在廣播節目提起此事時才知道 原來自己的睡臉被保存下來了 跟大昌小姐的關係應該可以說是兩情相悅了吧 兩個人因為工作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面 最後終於偷得福生半日前 好不容易可以一起出遊 水賴小姐說過 自己想著這些事情的時候 想著想著 不小心就笑出來了 另外還收到了大昌小姐的告白 如果水賴小姐是男生的話就結婚 當時的大昌小姐是這麼說的 你們兩個人要不要乾脆去結婚算啦 那麼本次的深入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囉 看完了以上的介紹 有沒有讓大家更貼近水賴小姐了呢 如果有的話那我就再開心不過了 完結節目到此結束 想著要更多動畫雜談可以訂閱我 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很有趣 或許還可以考慮贊助我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齋 下次見 接下來要介紹誰我又沒有頭緒了 趕快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要接著介紹哪一位生幼吧